台西鄉有一間柳林峰 為了讓孩子實在不一樣的模式 是來到台西派出所參訪 剛才提出警察所在幾種不一樣的模式 來做介紹以外 竟安排的孩子來送遊戲選團發揮 也透過體驗那種警察的合作 感激來了解他們的感受 小朋友都算得非常開心 也對警察有更親密實在 台西一間柳林峰 搭配上課實際模式的內容 帶孩子來到台西分局台西派出所參訪 派出所除了拿出不一樣的模式做介紹以外 竟安排算遊戲送禮物以及這頁體驗的活動 讓小朋友除了實際模式以外 竟了解警察這頁 我們是台西生愛幼兒園 因為我們的主題活動就是在走帽子 所以我們跟孩子延伸到就是 警察為什麼會戴帽子 所以他們想要來詢問警察 說帽子有哪一些 然後戴帽子的功能在哪裡 對 環境一日即將帶到小朋友 透過生拼圖 了解獨片 交通 忽悠 頂頂鋒民的地勢一起發揮 另外還讓他們親自來看 警察的擁有的裝備一起學爭 孩子最喜歡的 是騎到小型競爭機車的體驗 派出所希望透過這樣多拔的活動 可以讓他們竟了解發揮 以及警察的工作 今天來我們很高興 來我們台西分局 台西派出所參訪 然後讓他們了解 警察的勤務 器械 還有一些裝備的穿著 然後最主要的是 建立 從小有這個手法 然後所 有交往安全規則的觀念 我們今天 大概跟他介紹了 有傅幼 然後這少年的 還有熱視毒品 然後兒少 還有那個交往安全 這大概的項目 警察工作項目都有 跟他們簡單的介紹 然後也讓他們 從小有這個手法 他所 將安全規則的概念這樣 小朋友不計算了 開心 派出所準備豐富的禮物 也讓他們帶到相處嬤嬤 對警察這個這個 也開始產生興趣 今天好不好玩 好 我看你拿到什麼 拿到哪些禮物 玩這樣發亮的 我只拿到一根筆而已 你們剛剛有玩什麼 剛剛有玩什麼 天空 有認識到鬧牌嗎 有 小朋友一般 是比較少有機會 來緊急接受到警察 相信這次的體驗 他們一定讓他們印象神奇 去吃用口酸彩虹捕倒